看新聞開視野 歡迎收看今天6月23號的公視手語新聞 頭條新聞首先來關心台鐵又發生了翻車事故 昨天一輛自強號火車在花蓮復原到光復之間 發生了出軌翻車的意外 造成了兩名陸客受傷 目前勘察的結果初步懷疑是因為天氣太熱造成鐵軌變形 從事故的現場可以清楚看到多結車廂傾倒在鐵軌上受損嚴重 一旁的電線桿也被扯斷 仔細一看鐵軌竟然呈現嚴重的彎曲呈現波浪狀 就在下午2點49分台鐵307次自強號在花蓮復原光復間出軌翻車 發生事故的自強號列車共有九節全車約有200人 第七節出軌稍微傾斜八九節車廂整個翻覆 造成了來自中國大陸福建以及安徽的兩名女性旅客輕傷 已經送往鳳林榮民醫院意志中 目前台鐵確定受損的七八九車廂無法立即修復 因此先將這三節車廂切割 沒有受損的一到六節車廂 則是繼續往花蓮行駛 花東縣中斷的部分也已經啟動光復到瑞穗間客運接駁機制 事實上包含今天已經是台鐵一個月內第二次發生出軌事故 花東站建議應該對鐵路進行大體檢 上次他那個司機也有感覺軌道鬆動 這次沒有啊 這次到底是什麼原因 我們還要做做鑑定 台鐵表示目前事故的原因 刑保會已經在現場調查 記者綜合報導 蘇花公路和本路段因為貪方嚴重 宣布封路 不過在現場還是有很多的大石頭 公路總局將會使用炸藥來清除 不過因此通車的日期又要再往後延 花蓮地區的蔬果沒有辦法運送出來 有一些加油站的油也都賣光了 從南華公路段所提供的畫面可以看見 蘇花公路一百四十九點七公里處的山壁 從十九號開始就不斷地發生落實攤坊 工程人員無奈親吻落實 但上方又攤只好封閉蘇花公路 花蓮的蔬果運不出去 農民的心在滴血 為了幫助農民運送蔬果 台鐵也緊急駕開板車載運貨車 但發車的時間要到下午五點 蔬果到台北早就錯過拍賣時間 價格慘疊 讓農民臨運多花時間 往南繞台灣一圈 現在怎麼走 往南部走 那要多花多少的時間 多花五六個小時 所以時間也變長了 油費也變多了 蘇花中段的影響還不只如此 花蓮市的加油站 還有部分汽油賣完 但由貫車過步來補給 工作人員雖然說中午會恢復 但業者只能貼告示牌 請消費者多多包容 是每次路段都會這樣子嗎 每次下大雨都會 或者地震 對 很頭痛 非常頭痛 而原本預計二十二號中午就要通車的蘇花公路 工程人員又發現攤坊路段的上方 有快長達四十公尺的鹽塊 已經脫落鹽壁 由於隨時會有崩塌的可能 所以要用炸藥清除 通車的時間將延後到二十三號中午十二點 請右路民眾多加注意 記者文家凱 歡迎報導 根據內政部最新統計 國人的生育率有逐漸回升 不過總生育率仍是全世界最低 另外老化指數則是持續攀升 其中嘉義縣人口老化最嚴重 台灣生育率全世界最低 由於職場媽媽大幅增加 生育年齡也越來越晚 其中台北市生第一胎平均年齡為三十二點四四歲 產婦年齡最高 台東縣則是二十八點五九歲 勉強勾到生育黃金期二十五到二十九歲 此外 台北市生育三胎以上的比率也是全國最低 根據內政部統計 全國生三胎以上的媽媽 比率從民國六十四年的百分之三十八點一七 降到去年只剩下百分之十點六七 也就是說 每十個人才會有一個老三 顯示媽媽根本不敢多生 生育率無法提升 人口老化問題卻日益嚴重 最新統計指出 十四歲以下幼年人口和六十五歲以上 老年人口比例的老化指數 在一百零四年 已經達到九十二點八 超越了美國 中國 其中老化程度最嚴重的縣市 分別是嘉義縣 雲林縣 而新竹市 桃園市最年輕 內政部表示 想要改善老化最重要的就是 提升生育率 才能夠抵消老化的壓力 政府也祭出育嬰津貼 保母托育政策 鼓勵民眾結婚及生育 否則未來十到二十年內 臺灣將成為老化速度最快的國家 記者 朱子儀 郭俊麟 台北報導 來關心各大報的頭條焦點 中國時報的頭條也是剛剛新聞看到的 臺灣老化指數調查的相關報導 聯合報的頭條則是 前交通部長毛治國 針對桃園國際機場未來的發展規劃 對新政府提出了真言 自由時報的頭條報導 立法院昨天出審通過就業服務法修正案 刪除了外籍勞工在臺灣工作三年 就必須要出境一天的規定 民進黨立委林淑芬在立法院哽咽 宣稱自己遭受到仲介業者威脅 因為今天立法院未還委員會出審通過 就業服務法五十二條修正案 未來外籍勞工不用受限於三年 就要出國一日的規定 可直接在臺灣續聘 衝擊仲介業者 家庭外籍勞工三年需回國一次 讓雇主很頭痛 修正條文三讀通過後 外籍勞工就不用回國再多繳一次的 仲介費 雇主也不會產生照顧空窗期 大家都樂見其成 外勞就是有時候回去一兩個月 對我來說 整個老人家要照顧 就非常困難 根據勞動部推估 每年出境外勞約1.4萬人 每個人在入境 保守估計就要支付 五十萬元的仲介費 加起來一年至少能省下十四億元 但有仲介表示 此法一過 仲介關門算了 三方各有立場 不過業者及勞工都共同呼籲修正法案正式通過後 政府必須積極推動相關配套才能夠避免勞資糾紛 口望季能翻轉去年低迷的經濟成長率 然而這期待恐將落空 因為台灣對歐洲的出口占比高達9% 而且根據金管會統計 國內金融業投資歐洲的總曝險金額 已破三兆 當資金避險外移 又遇到出口疲弱 今年GDP 保一希望渺茫 金管會強調 因應英國脫歐衝擊已有赴案 絕不會讓國內的股會市遭波急 有學者表示 對脫歐衝擊 金管會其實比照金融海嘯等級來處理 照被妥資金 一旦股會是受衝擊 就會進場戶盤 讓損失降到最低 可能民眾會對存款放在某些銀行 他會感覺不太放心 所以這個時候安定存款戶的信心也很重要 股市 會市 存款戶 這三點可能是我們金融主管當局 應該要去注意的地方 根據金管會表示 目前倫敦社分行的本土金融業 幾乎都是公股行庫 目前有台灣銀行 兆豐張銀 地銀行 華南銀行 合彰化銀行 共五家銀行 另外 中央銀行則在倫敦社辦事處 一旦脫歐 造成英鎊重挫 這些英國設立分行的金融業 資金將受到衝擊 記者黃六 陳立峰 台北報導 勞工的國定七天假即將恢復 不過引發爭論不斷 不但出現了教師節 勞工休假 老師卻沒有放假 現在就連股會市 也可能因為金融業的員工休假 而必須修飾 勞工七天假 隨勞動部公告 去年修正的勞基法實行細則 條文失效之後 終於恢復了 接下來下一個國定假日是928教師節 但學校老師不是勞工 結果變成教師節當天勞工休假 老師沒休假的狀況引發爭議 家長團體表示 私校的老師是勞工 所以應該有同等待遇 但公立學校老師並不是 所以能不能放假 還要再討論 對此高教工會認為 勞動條件應該是要往上比好 而非往下比爛 教師團體表明支持勞工 恢復七天國定假 也透明資方團體不懷好意 意圖要分化勞動者 而因為國定假日是適用勞基法的勞工都可以放 但以金融業來說 國外市場沒有放假 這衍生出了國內的證券業 銀行業員工 如果放假的話 股會是能否正常交易的問題 股會是要不要開市 銀行要不要營業 那金管會會根據銀行公會所報的一個因應方式 來跟先跟勞動部來洽商 我們再來研議好 依照銀行法第五十一條的規定來辦 勞動部提議 可以用輪修的方式來避免修飾 而金管會則表示 已經通知了銀行工會 研討如何衡量人力成本 來維持股會式的正常交易 預計最快在六月底前定案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 為了鼓勵民眾檢舉違規排放廢水 高雄市環保局寄出了高額獎勵金 第一起由民眾成功檢舉的案例 開罰了五百多萬元 而檢舉人最高可能可以領到三百萬的獎勵金 來到高雄這間食品廠 警察人員伸長手 才取到廢水 帶回環保局檢驗 這些案管藏身在隱密的地方 環保局表示 要不是有人密報 恐怕很難找到 這個案子他有來向環保局申請排放許可 那環保局也合發給他排放許可證 但是他就是把這個 灰金許可的管線藏在這個鐵皮的下方 那不容易讓環保警察人員發現 被警察的業者是高雄一間食品工廠 業者把廢水偷偷排放到後進溪 破壞生態 環保局認定違規情節重大 寄出五百多萬元的罰還 並且勒令業者停工 這同時也是高雄從去年十二月實施檢舉違法 水污染防治辦法以來 第一起由民眾成功檢舉的案例 檢舉人一次可以領走一百多萬元獎金 但如果檢舉人是違規業者的員工或者前任員工 獎勵金更可加碼三倍來到三百多萬元 創下環保史上最高獎金 不過環保局低調不願透露檢舉人身份 只希望鼓勵更多人 勇於檢舉 記者王老廷 陳顯坤 高雄報導 紅海去年營收 獲利都創下了歷史新高 紅海董事長郭台銘昨天在股東會上宣布 將配發五元股利也創下新高 紅海集團股東會上午登場 小股東們一早就大排長龍準備進場 對於紅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 去年一整年的經營管理績效 小股東們很滿意 因為今年股東會 郭董很大方 一口氣配發每股五元的股利 其中現金四元 股票一元 創2007年以來新高 夏埔裡面有很多一些問題 我們外人看不到 那我相信以郭董的智慧跟他的能力都可以迎刃而解 紅海集團全年獲利高達4.48兆 稅後獲利達1468億元 創歷史新高 光配發現金股利 估計金額就超過625億 但郭台銘對於政府加稅很有意見 他說自己領股利 光稅就得繳47% 反批政府課重稅 不照顧產業 只會讓企業加速外餘 我自己賺100塊要繳47塊的稅 當然我都捐出去 我不在乎這個 加稅的結果是產業外流 讓成沒有效率的更沒有效率 做決策的他只會加稅 黃海集團大力轉型 股東會現場 除了大秀旗下的夏埔電子產品 還特別展示自家開發的機器人 郭董說這些旗下事業體越來越龐大 至於退休規劃 他說還不急 臺灣的經濟體實在對任何一個產業 都無法支撐一個產業 單獨生存 依賴臺灣的市場 所以必須要外銷 我告訴各位 沒有做到200 我不退休 對於紅海未來投資 郭台銘很憂心 說電力不足 政府搞不定 勞工休假 也成了企業經營成本的負擔 臺灣經營環境越來越差 郭董無奈 只能將投資布局放遠全球 記者黃立委 陳立峰 台北報導 維內瑞拉公投罷免總統 見在線上 上百萬名參與聯署的民眾 展開了為期五天的驗證指紋程序 為了讓罷免總統的公投順利舉行 維內瑞拉參與聯署的民眾 各個士氣高昂 不為官方刁難 不為二同前往指定場所 完成驗證指紋與簽名的程序 在已經聯名請願登陸的一百三十萬個簽名中 至少二十萬個必須驗證為真 罷免公投 才能進入下一個階段 盛產石油的維內瑞拉 原本是南美洲最富有的國家 但這兩年原油價格暴跌 過度仰濫石油出口的經濟政策失衡 導致經濟衰退 貨幣重貶 物資短缺 通膨達三位數 民眾為了採買民生用品 往往得排隊一整天 結果可能空手而歸 而打劫掠奪的戲碼則平平上演 治安明顯惡化 當人們生活成問題 學校教育也就被忽略 由於能源短缺 政府半年來已經取消了16個上課日 不少學生和老師 忙著排隊採買物資 無法到學校上課 14歲上中學的蓋布瑞拉 這一天到校只上了一堂西班牙語課 因為美書老師請假 歷史課取消 體育老師幾個星期前遇害也停課了 家長團體估計 目前學校平均約有四成的課取消 三分之一的老師缺課 經濟蕭條導致教育品質低落的亂象 已經讓民眾憂心忡忡 據轉綜合 報導 一度被視為中國農村民主典範的廣東烏坎村 在當年帶領村民維護土地權益的村長被指控貪污 在媒體上認罪之後 烏坎村的相關訊息已經遭到中國嚴密封鎖 媒體沒有相關報導 網路也封鎖了烏坎等關鍵字 因貪污罪名遭到羈押的烏坎村 前村委主任林祖烈 21號出現在中國媒體上 公開坦誠罪行 22歲的林祖烈 這段所謂的認罪告白 明顯是看著稿子照念 也讓外界聯想 他也是所謂的被認罪 目前烏坎村的相關訊息遭中國嚴密封鎖 媒體也沒有相關報導 網路也封鎖 烏坎等關鍵字 此外軍警已經切斷烏坎村的對外交通 不許良車進入 同時村內的網路也被切斷 通訊設備被監控 但還是有村民突破重圍 對外發布消息 香港也有聲援釋放林祖烈的相關活動 廣東省發布的內部消息指出 將對境外媒體進行清場 被點名的包括路透社 美聯社 香港的蘋果日報 日本的NHK 紐約時報跟BBC等20多家國際媒體 五年前烏坎村爆發官商勾結 非法交易土地牟利 村民集體抗爭的維權事件 其間還有村民死亡 成為國際關注焦點 最終當局被迫做出妥協 以改組村委會處理有關官員 並給予死者家屬發放巨額撫恤金安撫村民 當時帶領村民抗爭的林祖烈 最後在烏坎村民一人一票的民主之選中 當選村委會主任 但相隔不到五年 林祖烈卻成了貪污被告 林祖烈原本計劃在21號上訪 解決五年來懸而未決的土地問題 卻在17號就被帶走 時間點極為敏感 分析指出 中國拘捕林祖烈 證明林祖烈不願意與土地商勾結 逮捕他是秋後算賬 也凸顯所謂的烏坎村模式民主只是一時的施捨 隨時可以被拿走的騙局一場 記者就先報導 以開發國家每年丟棄五千萬噸電子廢棄物 非法運往印度 中國 非洲等地 以人工的方式進行回收處理 過程中導致嚴重的環境污染 影響民眾健康 導演克希瑪將展開一場曲折離奇的調查之旅 為我們揭露電子廢棄物背後的可怕秘密 6月24號中午晚間10點 就在公示主題之夜 觀眾朋友你好 歡迎收看今天有個好好講 我是主席林丹信聰 這個節目從來都是讓環境 讓人選 讓弱勢 站在更高的位置上的一個節目 那我們自己一直引以為傲的 就是我們經常做獨家 所謂的主流商業媒體不處理的 都是我們很在意的事情 歡迎回到手語新聞的現場 八仙城報即將滿一週年 許多燒燙傷的患者還在進行辛苦的復健過程 而他們對於未來的人生也從未放棄過 歷經城報浩劫 23歲的黃伯偉全身受到90%的灼傷 生命一度危急 為了活下去 他接受雙腳和右手的截肢手術 經過一年治療 現在仍持續在復健 不過對自己的人生 他從未想過放棄 受傷當時 黃伯偉只剩頭皮和側胸等地方沒有傷到 最後是取陰囊皮做皮膚移植 儘管當時醫生評估他存活機率幾乎是零 但黃伯偉仍展現強大求生意志 要做手術前我們跟他溝通 他都很堅決地說他要 到後來他終於清醒回到病房 我在問他 你怎麼這麼勇敢 他說我就是要活下去 同樣遭遇晨暴意外的 還有這位林彥如 一度使用葉克膜 最後保住一命 現在他和同房的雙友 一同面對艱辛的復健路 相互扶持 浴火重生的晨暴傷者出院後 忍著壓力一下的疼痛和疤痕 仍舊堅持下去 面對未來人生的任何挑戰 記者蔡惠玲 陳保羅台北報導 屏東縣政府首創白天由教育團體 為中措生量身規劃課程 在下課之後 晚上由安置家園進行後續輔導 而如今已經有中措生 不但是回到了學習軌道 而且還拿到了技職證照 有在地起來的中餐師姿正在教導學生烹飪技術 但這幾個大男孩其實今年剛國中畢業 卻已經通過中餐秉級檢定 能力跟高職畢業生一樣 而且他們原本是中措生 因為家庭失能 葉同學原本在學校的學習並不理想 透過學校和社工的安排 到屏東的中途之家 飛夢林學員上學 現在不只拿到證照 還考上國立高雄參旅大學附屬高中 學員裡今年的國中畢業生 有好多人都和他一樣 畢業前已經拿到證照 另一名徐同學更是中餐和氣修 兩個項目都通過檢定 因為我也不太會讀書 所以學習一些技能 來幫助自己的未來 找到更好處 國中畢業就通過技職檢定 是飛夢林學員全國首創的教學方向 由附近的職業學校日清工商提供場地 讓原本中措的孩子 提早在國中就找到未來方向 以及就業的基礎 不過要達到這項目標 不光是學員的功勞 還有另一項屏東縣政府的創新 就是把中措生的安置輔導 結合了家園跟學員兩種功能 孩子原先家庭 可能環境都沒有那麼好 所以在環境的穩定度上面不夠 支持也不夠 孩子很容易為 讓外界的誘惑拉去了 那所以我們讓孩子 能夠專心的 當然最重要的是 孩子要認同家園 白天上課 晚上再由家園 繼續輔導與支持 讓這些不只中措 有的還已經沒有原生家庭的孩子 重新找到人生的可能 創新做法 目前也吸引很多縣市來觀摩學習 希望台灣有更多中措生 受到更好的照顧 記者王界孫夢昭全 評論報導 關心天氣 氣溫方面 我們來看看各地的溫度預測 我們來看看各地的溫度預測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手語新聞 我是牛軒文 明天同一時間再會 第一次在調整 就知道沒有內容 我們買到新的東長 你們的台下 發市場 謝謝 請按讀 財物 我們來看 不高 我們來看 不高 我們來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6月18号起 每周六晚上8点 生态全记录 野性斯里兰卡就在公共电视 日本311地震后 政府利用推特 导航 手机定位等大数据资料 建立一个及时掌握整体灾难状况的新系统 我们现在持有一个新的生活纪录 我们称为《灵状大数据资料》 家 永远是最温暖的依靠 家 让人遇见幸福时光的美好 我家是战国 要您分享我家人的幸福时光照片 即日起到6月30号 请到公式粉丝团 参加我家的幸福时光照片分享活动 就有机会获得参全哦 2011年 世界公民岛开始进行青年世界观教育计划 有任务的旅行 选拔青年到世界出任务 打破校园围墙 把世界当作教室 探索生命的意义